Hello 大家好 我是FreeLinFam 记得要收听来电二十 大家好 我是红飞 请多多指教 你现在收听的是来电二十 How'd you doing today? How'd you doing today? I know that secret place You're listening 来电二十 Hello 我是小光 Hello 我是佳安 今天我们录音室超级热闹 因为多了一位美女来到现场 真的 我是佩佩 嗨 佩佩 佩佩声音听起来很甜美的感觉 听起来很年轻 其实她实际上也甜美 没错 也年轻 你不会害羞 你走大辣辣路线了吧 她想说天哪 怎么跟本人不太一样 我们帮你形容 为什么佩佩今天会来到 佩安跟小光的塔罗教室呢 因为之前就有在听你们的 来电二十啊 有没有觉得神准 有 极美 而且是现听现神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就觉得还蛮准的 真的 我不接受蛮准 就是非常准 好 这样OK 所以我们跟大家拍手之后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 小光老师塔罗教室010 现在有人暗恋我吗 好害羞 佩安跟美的感觉好像对今天的话题好像非常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女生都会有兴趣的吧 对啊 那可是我想问的是像我们有爱情青红灯单元啊 就说如果女生有人暗恋你然后你会有什么变化吗 她也是暗恋你而已啊 你们会有什么我觉得是心境上的一种版主 暧昧是一种不一样的情 可是她只是暧昧你然后你知道了然后勒 就可能你未来会有一些发展 应该说会有一些想象 对啊 对生活就多一些乐子 对 哦你们乐子建筑在别人有没有喜欢自己 实在是很虚空 就是女生的一个 你知道这一瘦女时代很红吗 也对 对啊 你看了吗 还没 好像应该 可是听说好看耶 对啊听说很好看 而且票房好像真的很好耶 对感觉好像应该去看一下 对 可以请他们把电影票寄到 台北市松江路375号10楼 中广 家安收或是小光收都行 可以的啊 我们帮你收票啊 谢谢 赶快寄过来哦 现在有人暗恋我吗 男生可以做女生也可以做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生会比较好奇 嗯 对因为你看最近少女时代 我想最近应该有很多 很多女孩都心花开 对 想要尝试一下那种非常幸福啊恋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甜蜜的感觉吧 会觉得心里甜甜的 因为好像有一个人记挂着你 这样感觉很不错哦 听起来很傲慢耶 是不是 好这一集的来电20就让大家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浪漫 然后那家安最近还在忙一些活动哦 最近的活动 听说你现在赚很大啊 哪有 就是赚很大还要继续再赚下去 主持一些甜蜜的活动 最近真的很多人结婚 不是我在说最近是几乎每个假日都是好日子 所以最近就算是平常的时间我们就在讨论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帮新人规划婚礼 所以如果说有结婚主持的需要的话一定要找家安 没有错 因为我们会客制化为我们新人来准备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婚礼 而且家安是非常称职而且会非常美艳的到现在 这样讲感觉新娘才会害怕 先加一下你的脸书就知道啦 先加一下家安爱说话 帮我按个赞 我们会有不定期的新消息 而且会有些好康的活动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好适合卖东西哦 不要只说我 最近听说你的塔塔也是非常的卖 想要约小光老师还真的是约不到 还好了你等一下就可以了 一两个月还是OK啦 一两个月还是大家觉得准我觉得是 因为平常还要来中广工作啊 对啊你想我们下班时间才有办法塔罗嘛 对不对 而且很多时候不管是生活上啊 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感情嘛 然后也有可能是家庭啊等等一些 哈不浪当一堆琐事是不是都很想跟小光老师 这边来寻求一些解惑跟答案 还有一些方向我觉得还蛮重要 对啊不然就是把来电二十的那个塔罗单元都听一听啦 因为因为你没有工作嘛 对啊 然后也有感情的嘛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大家都还问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来电二十下面 帮我们留言说你最想要问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集思广益 然后大家把他们想要问的问题都告诉我们 哎拜托不是我在说小光老师 你自己说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 两千啊 现听现赚对不对 现听现赚 等下立马 十五分钟六百对不对 那我们来电二十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是多少 现听现赚多少 我们当打个折扣就现赚六百了好不好 为什么要打折 我只想问一下你们数据好不好 十五分钟六百二十分钟多少 这好放空哦 八百算一算 现赚八百你看 好好好 那佩佩跟佳安稍微聊一下 大家都喜欢听美女讲话 小光把牌拿出来要为大家解惑了 没问题我们赶快来问一下 今天很难得请到佩佩来到我们的 佩佩也是就是现听现神 还要听到现场来就对 真的 我超好奇的 每次听对节目的时候 那这样子我们听到要去哪里看你的照片 你们两位都是美女也是重头戏 等一下合照贴一张之外 那有没有其他的要去哪里看 你有可以看到你的方式吗 就打佩佩啊 就有可能收的到我的照片 哦哦哦哦哦 你说脸书哦 之类的 听说你最近桃花很旺 还好啦 所以很多人暗恋你 哎呀我们今天要先放上加索 我觉得我太迅了 我们要回馈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对不对 你觉得很多人暗恋你 那这样被暗恋的感觉是开心的吗 你觉得 没有很多人暗恋吧 暗恋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啊 那你会想 如果今天有人暗恋你 你会想知道吗 如果是 应该是吧 不然他凑到这一集来干嘛 就是对啊 尤其会知道说 是不是可能有发展的对象 会想知道 会想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延伸这个话题 就是说有人暗恋我 那这个人是不是正缘呢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做暗恋的对象 会成功吗 感觉是一系列 是一系列的哦 好的 或者是说如果是朋友的话 那会不会伤到他的心这样 因为如果 就是你要拒绝人家就对了 没有了没有了 就是怕是会有朋友 不是说是朋友 怎么又走歪了 又走成男女朋友 或是走歪了 那你赶快跟我们讲一下 现在年轻人都用什么方式拓展 那个交友空间啊 要让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来电20 搞不好听众有些比佩佩更小 佩佩八年级生嘛 对不对 对我八年级生 你看超酷的 还好啦 我们七年级生也不算老了 好 我别来抽牌了 今天一人抽一张好了 好不好 来你们先聊一聊 介绍自己或宣传一下 小光要来抽牌 好我们先先再再朋友一下我们自己好了 就是要怎么样 你讲这么直白哦 应该说有好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么样 让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小光老师这边的塔罗节目 就是要锁定来电20啊 很多脸书要加一下 你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脸书是不是要加来电20 对 来电20是2跟0没有错哦 赶快现在key上去来电20 帮我们大大的按一个赞 在这边会有不定期所有的你想要知道的秘密 你想要知道的问题 都可以帮你来做解答 当然你如果心里有想到什么问题啊 每次都发现奇怪 小光跟佳安都没有帮你解答到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然后直接来为你解答 谢谢佳安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整个感觉好像你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对 就是要自己一个人家 就是要一直介绍一直介绍 感觉很不错很荣幸 还有说到的脸书 这是我们的专业嘛 DJ小光有加一下 因为挨碗睡的嘛 没错 因为晚上时间就是要听挨碗睡的小光 所有点到一点中广音乐王 好来抽牌了 非常好听的哦 超级无敌 你听过几次 你说我吗 我常常你在旁边录音的时候都在旁边听啊 好好好 算你会说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人暗恋我吗 我们选三张牌齁 现在先抽第一张 佩佩先抽一下好了 感应一下 感应的feel 好这是第一张 第二张我们请佳安帮我们抽一下 好第三张 我自己来抽一下好了 好的 我们一二三耶 对啊 大家要想一下哦 你要选一二还是三呢 对你先想一想 你要选一号牌 二号牌 还是三号牌 一号 二号 三号 那现在佳安跟佩佩 先选一张 用手指就好了 我不透露你的那种style 用手指就好了 哦 你们都是这样子选的哟 大家这个时候在心里想一下 一二三 你要选几号 然后同时 赶快帮我们的facebook 来按个赞 来电二十 DJ小光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今天竟然是在塔罗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题 就是 星象塔罗 所以请你可以上网搜寻 星象塔罗 对 ZENT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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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如果你觉得说 FB你不常用 但是你手机总有LINE吧 LINE加一下 直接可以跟小光联络 LINE的帐号是 TAROTDJ TAROTDJ 就塔罗DJ的英文 TAROTDJ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急很急 好想知道 现在有没有人暗恋我 你们两个选好了 我现在很紧张 其实如果等一下 你自己想要公布的话 可以 我觉得应该要选佩佩那张 才会有人暗恋我 对啊 没有可是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瞎缘啊 对 因为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随机看是从哪一张开始 你们觉得从哪一张开始解比较好呢 从 中间那一张好了 中间这张开始解 所以我们先解二号牌 二号牌 真的很妙 好刺激喔 它好妙 通常是三二一解 或一二三 欸这样很好 我觉得我们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对好我们第二张 Tino朋友如果你选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星星牌 什么意思 还是坏啊 星星牌呢 其实呢 是代表是有人暗恋你 但是这个暗恋你的人 他不一定会让你知道 他有可能比较远 而且他暗恋的时间比较久 跟是真爱是很像的 好浪漫喔 但是他比较久 而且你不一定一定会知道的 但是你们成功几率也不一定那么高 就是他只是真的是暗恋 他就是真的放在心底 真的是放在心底 而且比较远 可能实际上 那你可以感受得到吗 在他的生活当中 你说 选这张牌的听众 对对对 我觉得不一定 他有可能会觉得 他们两个个性是差很多的 或实际上距离是差很多 因为星星牌 最大一个keyword是距离 所以他们 他们实际上 是会有距离 也是 年纪的距离也是 想法的距离也是 身高的距离也是 反正一定是有一个距离 哦 对 所以你可能在 以选这张牌的听众 你会觉得说 哦我可能觉得 这人好像还不错 但是好像也没有真的是 有谈恋爱的feel 或怎么样 可是对方对你却是很有感觉 但是他会放在心里的这种 但是这个如果他 他不会表达的很明显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察觉 然后你有一点点喜欢的话 他可能会慢慢的动作 那你们倒还是蛮适合的 哎呦 所以选这张牌的人 你们这个暗恋对象 如果被你发现的话 对 其实你们是适合的 其实是适合的 但是你自己可能会觉得 在开始会觉得 没有那么适合 因为我们星星牌出来的对象呢 是算是他比较认真的 他不太是太太瞎暗恋 譬如有些人可以 男生可以一次暗恋十个女孩 或许女孩有时候可以暗恋 五个男生也有可能 好吗 所以其实抽到这张 还算蛮不错的哦 有人暗恋 而且呢 暗恋你的人还蛮认真的 只是他 大概觉得说你不是那么喜欢他 所以他也没有表达出来 哦 是不是还不错 所以选二号牌的人 其实这是一个好兆头 感觉不错对不对 对感觉是一个爱情故事 就是还是 可是可能是比较法国日系电影 就有点小闷哦 就是都不说出口的那种感觉 我们对象有话要把他说出来 对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隐藏 好像对身体不好 也是 好兆 好接下来我们要 看哪一张 一或三 对不对 佳安选好了 刚陪选嘛 好啊 那我们就一好了 哦好啊 我们来选一号牌的朋友 小光来帮你看一下 小光老师神准了 哦哦 这张牌呢是教皇牌 教皇牌呢 在单张来看的话 其实它代表就是帮助 所以呢你说yes跟no的话 它是代表yes一定有人暗恋 而且不止一个人暗恋 但是你说这些人是比较好的吗 或是很认真的吗 可能 你自己要稍微分析一下 他们有些人是会暗恋的比较短的 有些人呢 是没有说完全全心全意的 他只是觉得你很不错 所以你如果是抽一号牌的话 那你觉得哎 有没有人暗恋我 一定有很多人暗恋你 那你察觉了之后呢 你要做的功课 比刚刚的二号牌多 你要非常确定 他们是蛮认真的 或是他们真的是你喜欢的 不然的话呢 可能又谈一下小恋爱 一下又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它撤出来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 他就必须要再来找小光老师 因为我们有很多后续的问题 哦真的哦 你现在帮我赚钱是不是 对对对对 没有来也没有关系啦 没有来也没关系 那你们觉得一号牌跟二号牌 你们喜欢哪一张 我觉得二号牌 是哦 可是二号感受不太到 你根本不太知道 有没有人暗恋你 我觉得一个浪漫个性的女生 其实如果说我也会选 感觉比较好 因为一号还是有些考验 我觉得一号的感觉 是有一点太杂乱了 而且对方的确是蛮杂乱 还是思绪蛮杂乱的 就是可能暗恋他的人 可能也是阿利不扎的 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对啊 可是今天这问题就是 现在有人暗恋我吗 所以一号牌真的是 还蛮多人暗恋他的 可是这是重量不重值啦 对那我们二号朋友 是重值不重量 可是我觉得他这重这个值 也不见得是少 或许是有一两个 但是他可能感受不到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 选二号牌的听众 你要注意是 这个对象你可能觉得 你跟他一定是有一些距离的 你觉得你跟他没有那么搭 或是有一些东西 你觉得不是讨厌 只是好像没有那么契合 所以代表说 选二号牌朋友 他是不是应该要 去重新思考一下 他跟这个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跟这个暗恋对象 其实是 可以有一些往前的一些小进展 让给自己一点小时间 还是要有点时间 那一号牌就是要把眼睛擦亮点吗 或者是说就是放轻松嘛 对不对 反正大家出去走走玩玩也是不错的啊 好三号牌 赶快来看一下三号牌 天哪三号牌很不错耶 选三号牌的朋友通常现在是有人的状态 但是呢他自己也知道有人暗恋他 哇 双赢啊 真的耶 双赢吗 你们觉得这样好哦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 通常选 他是有人气跟有男朋友的耶 对或是女朋友 通常是 有交往对象 然后他还是有很多桃花的人 可是选三号牌的人通常呢 交往可能 就是他现在交往的这个对象呢 或是喜欢的 或是比较稳定关系的这个对象 或老公老婆这个对象呢 他可能自己觉得说 好像好像有点久了 或是没有那么新鲜 或是有哪些不对 他期待一些新的刺激出现 的确有些新的刺激出来 所以这个三号牌是最难解的问题 哦 对不对 就是说我现在是有婚姻状态 或是我现在有人 还有我们都没有这种困扰 然后可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平平 太平淡了 或是不太适合 我希望有一些其他 有点有种在精神出轨当中的边缘 哦对 你形容都好贴切哦 好像该开一集让你好好来分享 你的爱情故事哦 我可以主持了 该开一集让佩佩来分享一些什么 精神出轨的小故事这样子 讲的他好像很常常精神出轨 所以一二三感觉情况都非常不同哦 对啊 再给大家最后的建议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小光老师 就是给一两个字的建议啦 三号牌的朋友就是你要先考虑清楚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而已 因为他出现了暗恋他的或是喜欢他 其他的这些人也不是说这么稳定或专一 所以先处理好手边的事吧 这是三号牌 二号牌的话呢 给他的建议是你要多让自己的心打开 你要让自己去看到以前没有或不想看到的东西 你一直坚持自己一直以为的东西的时候 你生活跟心不会走得更宽 你不会感受到这样的东西 就没有把格局打开就对了 哦 也也可以这么说啦 可是但是这也是一种某种方面的美啦 只是多多看不同的面向 或许可以给他一些机会 或许是个好故事 其实一二三里面最有可能有好故事的就是二 真的 对 这很美 那一号牌的给他的建议就是好好enjoy目前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暗恋很多人喜欢 那大家聊聊天当朋友很好 可是如果真的要很认真谈恋爱的话 自己眼睛就要放亮 如果你的眼睛没有那么亮 那就听听亲朋好友给你建议 真的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感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面向 然后有很多的方式 只是有些人他可能现在还不知道 有些人他已经有一些些困扰 不管怎么样 你有困扰还是没有困扰 然后有方向还是没有方向 都要来找谁 小光老师 赌场起来 我觉得你这样绕了一看我就知道你要讲我 太好了 小光老师真的很厉害 因为其实就是 来找他就会发现你现在的状况 就是抽来抽去就是那几张 真的 我觉得听说好想知道你们抽了什么牌 他们很发败啊 好像跟我自己想跟你抽的牌是一模一样的 超超准的 其实他们不会告诉你 嘉安跟北北都不会告诉你他们抽哪一张 真的 感谢大家了 今天的最后呢 你们还是要加一下脸书 嘉安的脸书是 嘉安爱说话 嘉安爱说话 赶快帮我打自己家庭的家安全的安码 对不对 躲在家里最安全哦 好气得不得了 真的 千万不要出门 真的糟了 我现在人在外面 赶快躲起来 嘉安爱说话 或者加一下小光 DJ小光你查一查就可以找得到啰 是的 还有陪陪有时间的话也来录我们的来电20吗 一定啊 常来好不好 一定要啊 限战八百 限战八百恭喜 所以大家要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来电20哦 没错下面也可以留言好不好 就是转贴转贴给亲朋好友 可以做分享 因为其实我觉得听广播啊 或者是听一些声音的节目 其实就是一种陪伴啦 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 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伴你 然后有人可以帮你解答 是不是件很美好的事呢 对啊 而且在那边瞎扯好开心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们下礼拜五见了 好的 拜拜 拜拜